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那么这一讲呢,我们来了解一下Jason 作为Jason的话呢,是我们在平常开发过程当中 经常会使用到的一种数据格式 那么这一讲我们来讲一讲Jason的相关的一个语法 那其实Jason的话呢,我们平常也用的比较多,也见的比较多 那我首先先给大家看一个例子 这就是一个Jason的这样一个例子 这里边呢,就是通过服务请求一个接口 然后返回的一些Jason的这样一些一个数据格式 这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Jason数据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例子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Jason里边所涉及到的一些东西 那Jason里边呢,它我们从五个方面来讲解 第一个是语法的规则 第二个呢,是见字段的名称 见字段,第三个是值,然后集数据结构 以及我们如何去应用它 那我们第一个,我们来讲一下什么是Jason 其实Jason的话呢,它是几个单词的一个缩写 是JavaScript Object Mission 它是一个轻量级的这样一个数据的一个交互的一个格式 其实呢,这个地方说到了几点 第一个呢,它是一个轻量级的 第二个呢,其实Object它其实是基于一个对象的这样一种形式 第三个的话呢,它是一个数据的一种格式 所以最终落实到呢,它是一个数据类型 数据的这样一种格式 那么它的语法 那么我们通过我们这里边来看到呢 其实你看,它是一个值 然后呢,一个冒号 然后呢,再是一个值 逗号 然后再是一个值 一个冒号,再一个值 这是在一个中括号里边 那它这种写法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值呢 它是在一个花括号里边的 对不对 首先它第一个 它所有的值是在一个花括号 那么数据呢 它是一件值对的形式存在 什么叫件值对呢 我在我们这里边里看到 这个地方key冒号 这就是一个件值 件值对 其实我们在上一讲当中呢 我们讲的mark.js 做一个数据的一个模拟的时候呢 我们的一个语法讲解 它也是一个 阶层的这样一个数据格式 所以呢 我们对这个件值对应该是不陌生的 然后呢 数据啊 所有的数据 它是由道号进行分割的 就是刚才我们也看到 那么方括号保存的是数族 那方括号里边保存的是数族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实例里边 我们来核对一下 首先第一个 它是保存在一个花块号里边 对不对 第二个呢 它是以件值对的形式进行这样一个描述 第三个呢 你不同的件值对中间呢 它是以道号进行隔开的 那么第四一个 那所有的这种数组的话呢 它是 这是一个对象 这是一个对象 那我们后边再给大家说什么叫对象 就是它也是 以道号隔开 这是一个是一个的 一组一组 然后呢 它每一组的话呢 它是一个单独的组 它是一个单独的组 然后它们组成了一个宿主 然后这个宿主呢 它是放到这样一个中括号里边的 这就是里边的一个基本的这样一个格式 所以呢 总体来讲的话呢 应该它的语法规则是比较简单的 它其实这个阶层的语法呢 它是加Script的对象的语法的一个字迹 所以呢 我刚才说到你里边其实每一个的话 其实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对象 那么什么是对象呢 我们来说一下 那么阶层里边呢 它是一个剑直对 那我们刚才也说到呢 剑直对的话呢 它的名称在双引号当中 其实我们看到的 其实写法有两种 第一种的话呢 是我们是 是两者都是用这样一种 双引号引起来 然后呢 是冒号 然后是再是一个直啊 其实这种的话呢 还有一种简约的写法 就是我把这个first name呢 不用那个双引号给引起来 那这样也是可以的 那么关于后边这样一个直啊 这个直 这个直的话有的有引号 但是有的也没有 但是有的还有更多奇怪的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里边所设计的 你看这个没有引号 这个有引号 这个还有个浪 这个这个更复杂了 这个复杂的你看 它是一个中括号 对不对 然后每一个中括号里面 又是一个画画号 大家可以就是 来先看一下 OK 所以呢 这里边的话 Data里边的那个数据内型 那就更加复杂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边 既然它是复杂的话 那它后续可能会 是什么 其实我们也在这儿 也对比一下 我们的这个Json 这种写法和那个JS 里边JS这样一种写法 就是很很类似的 这样一种 那么 我们综合上边的这个语法呢 我们这个建制段 它都是可以一个 或者是多个这样形成 那么其实在这个地方 我就要提一下 所谓的对象 其实用 花块号 这样一组合 它就是一个对象 凡是 花块号里边的这样一个 就是一个对象 其实我们这儿可以 大家看一下 你看 我们建制段 然后呢 通过花块号 进行这样一个 包装以后呢 它就形成了一个对象 那么一个对象里边 可能是有多个 这样一个keyvalue 这样一个值在里边 然后形成了这样一个对象 OK 那我在这个对象 这个地方呢 我就暂时提这么多 OK 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阶层的这样一个值 阶层这个值的话 我们会设计到有多种呢 其实我们在 阶层的里边呢 我们一般啊 总共啊 我们就设计到这么六种 一个数值的 这个数字的话呢 它其实我 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叫做数值 数值的话呢 它包括整数和浮点数 也就是数值数字啊 都是一样 整数或者是浮点数 那整数的浮点数呢 那这个地方呢 我就啊 我不说大家应该也很清楚 就是带小数点的 和不带小数点的 那么还有一个是字符串 字符串的话呢 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必须要在那个双引号当中进行 我们在上面看的 这种就是一个字符串的 它就是必须要在我们的这个双引号当中 还有一种是波儿类型的 就是逻辑值 处或者呢 是false 还有一种是数值 数值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 那就是它必须在方括号当中 那么对象 那就是在花括号里边 这就是一个对象 凡是花括号表示的东西 它就是一个对象 那可能一个花括号当中呢 它除了剑子对 剑子对外 其实它里边 可能它里边还有涉及到很多的花括号 我们大家看一下 你这个花括号里边 你看 除了这是它最外层的这样一个花括号以外 它里边还有这么多的花括号 false 里边还有那个 对 还有这样一个中括号 也就是说 我们在一个对象里边 它不一定说 我们最外层是一个对象 其实它里边呢 还有一些 指的一些对象 就组成的 还有一种呢 就是我们的 num 就是 我们就是 为定义的这样一种 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 也会看到 num 这样一个字 所以呢 我们针对着这六种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里边来 我们点击看一下 这里边 这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呢 是 inter类型的 对不对 那么这个呢 是 字符串的 这个呢 是num 类型的 三种了 那这儿还有呢 啊 字符的哈 刚才已经讲过了 那么我们这里边呢 目前涉及到的就是 一二三 啊 四种类型的 对不对 三种啊 三种类型应该说 三种 我们这里边 就单看这个地方 这儿设计的三种 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呢 我们这个地方 是不是一个对象 对吧 它是一个对象 啊 我们这个地方呢 就是 第四一个了 这还有一个 我们每一个对象 对象里边 再和对象 对象 对象 他们 对象呢 合在一起 啊 就形成了一个数组 在中括号里边 啊 这就是 几种类型的 大家能数一下吗 啊 一种 两种 啊 inter类型的 字符串类型的 lun类型的 然后呢 还有一个对象 然后呢 最外从data 这是一个数组 啊 这里边我们简单的 就设计到了 这样 应该说 啊 五种 五种啊 只有这样一个 触和force 我们没有设计到 对不对 OK 这就是 Json的这样一个 数据格式 所以呢 我们经常在一个 Json里边 一个值的话 我们基本上会 很容易就涉及到 我们这里边 这几种值 大家也可以去回想一下 我们在上一讲 我们讲的 那个Json 那个MocoJS 里边我们在模拟 数据的时候 我们所设计到的 一些值 到底有哪一些 啊 就是我们 里边能模拟 出来的值 这个地方呢 基础结构 其实呢 它其实分 总的来讲呢 其实就是 一个是对象 对象是有 划括号 然后呢 数组 数组的话呢 我们就是以数组 这样通过 JavaScript 这样一种 就是我们里边 可能 这是一个单独的 一个数组 这个数组里边 就是Key啊 其实这里边 就是一个一个的值 这是一个数组 对不对 还有一种呢 就是我们是带 就是它 这是一个值 但是还有一种呢 是带 划括号这种 它是一个对象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数组里边呢 其实所包含的 类型的话呢 它是 可以包含里边 所有的 OK 那我们呢 可以看一下 我们基础的 这样一个结构里边 我们有这样一个例子 这样 这里边呢 其实我们可以 简单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边呢 其实就是一个 这是最外层 是一个key 就是一个对象 对不对 划括号 然后呢 这里边是key和value的 这样一个 这是key 然后呢 这个中括号 外边的呢 是一个值 就大家可能 在里边不是很好看 就说 这个Json呢 这种 弄起来 就不是很好看 就keyvalue 这样一种 这就是数组和值 大家可以看一下 和结合 刚才我们那个例子 基本上也都涉及到的 这个地方呢 我要 给大家介绍一个工具 我给大家说一下 这里边呢 我们 有同学会说 你这里边看到的 为什么它是这样 很整齐的 这样一个结构 为什么在我这里边呢 看起来 为什么就 不是那么的 好看 为什么我看的 就是像这个样子 这个不便于看 给大家说一下呢 我们在 这个浏览 这个chrome呢 这个里边呢 其实包括chrome chrome还有呢 包括我们的i 那个firefox 其实它里边呢 都有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 我给大家讲一下 他们都是在 那个扩展程序里边 有这样一个 jsonweo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 插件 这个jsonweo的话呢 我们可以通过 那个网上 应用电 然后我们可以 自己去下载到 我们在这个地方 搜索 jsonweo ok 我们搜索 jsonweo的话 我们就可以 直接找到它 注意一下 jsonweo呢 是 这一个 注意看一下图标 因为jsonweo的话 你看 这里边其实有 很多的这样一些 就是和它名字相同的 注意 大家用这一个的话 我个人感觉 这个还比较好用 再注意一下 这样安装完了之后呢 我们在 我们的程序里边 我们在运行的时候呢 就会成形 这样的一个排版 而不会像我们 这个 这里边有个排版 然后紧接着呢 我就给大家说一下 这里边的一个数据格式的一个使用 其实我们在数据格式的使用的时候呢 我就给大家简单的啊 写了这样一个例子 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啊 我在带领大家就是如何来使用它 我们在这里边呢 我们先建一个html 我们建一个html 我们这个地方叫个index吧 或者damo也行啊 OK 这里边呢 我们写一个加script OK script 然后呢 我们这里边定义呢 我们这样一个数据类型 这样一个啊 就是一个 这样一个变量 people 那么我们这里边呢 要获取里边的值 我们里边要获取里边的值 怎么来写呢 比如说我们要获取 我们拿这样一个 我们的文章里边 我们所写的 比如我要获取什么呢 比如说我要访问里边的数据 对不对 我要访问里边的数据 我先把这三个我们拷备一下 然后呢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里边所涉及到的内容 它怎么去读的 好 好 我们把它输出出来 输出出来 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它叫做 VIL1 1 那么这里边我都给它命名一下 VIL2 VIL2 OK 那么我们 把这里边所有的值给打印出来 VIL1 VIL1 VIL2 然后VIL3 OK 那这里边的话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呢 注意一下这里边 我们给一个这个符号 这是一个结束符 OK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是2和3 那么这里边我们运行出来的一个结果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里边呢 可能你可能说什么都没看到 那我们在我们的设计 设计 这听错了 我们在我们的程序员工具里面 开发开发工具 更多工具 里面有个开发者工具 OK 这里边呢 我们有一个 这儿 我们 console OK 他说这里边last name 没有 我觉得不能读这个last name这样一个属性 last name的属性是那个3 last name 这个地方我给大家先解释一下这里边的一些内容 这个地方呢 people就是我们这儿一个对象 然后呢 我们要获取到author author是谁呢 就是这个 people author 注意一下 这是一个对象 然后呢 author又是一个对象 注意author里边呢 它又是一个宿主 author里边 它的宿主 我们都知道宿主呢 它是从0开始排的 所以0 这是一个0 对不对 这是1 对不对 所以1的general 所以它会输出呢 这样一个字 这个字 然后我们 要用这个musicus musicus呢 音乐家的 然后呢 第三 你说它 为什么说3 为什么刚才我们解释的没有值呢 因为你这个地方呢 总共就两个 你现在输出的第三个 它肯定是没有的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这个地方也会做一个提示 你说它不能读取这样一个 那如果我们这个地方呢 要是把它改成2的话 0 1 能读吗 也不能读 我们这个地方能读到值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0 读到0的话呢 这样一个的last name 那肯定就是这个字了 对不对 那就是这个字了 OK 那么还有呢 这个地方programmers programmers 程序 程序的这样一个 2 0 1 2 2的这样一个first name 那一定是这个单 这个字了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现在看一下 OK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里边所输出的这样一个值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地方就能正常的获取它了 大家呢 这个地方呢 多多去理解一下这里边的这样一个内容 OK 那我们这一讲呢 就到这 到此为止 所以呢 这个节呢 大家还要自己去练习一下 如果不是很清楚的话 那要多去理解一下 OK 那这一讲就到此为止 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后续课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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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